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翔 为您制作的标股极先锋 今天大盘跌了109点 各位我在东升解盘 我在这里所告诉你的股票 瓶盖三雄 好强啊 今天大盘看一下跌109点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的这个叫做金元 今天涨停板 创波段的新高 我在东升介绍的时候是在35块 已经快涨一倍了 快涨一倍了各位 我在这里也介绍给你5215的柯家 今天又涨停板 各位150块创新高了 今天来到160块以上 当然你打电话进来我送你的股票叫做4935的茂林 今天没有涨停板很丢脸很丢脸 那明天会不会涨停板呢 我不知道哦各位 各位他也是收高 大盘跌100多点了 他没有跌啊各位啊 那同事朋友都在问了 老师 我都知道啊 这个苹果做剪刀脚的啊 做键盘的啊 老师还没有其他的股票 当然有啊 你在telegram里面扫描就知道了 你在telegram里面扫描就知道了 对不对 各位我讲话我负责啊 你扫描进来就会有了啊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问了 老师啊今天大盘不好 这6209的金国光 老师虽然尾盘又被人家买上来 但是最近都在整理耶 你看一下这里四根涨停板 你没有赚到 你没有赚到嘛 后来在这里低档 在这里三十一二块 你打电话进来 我送你的金国光 你有没有买 你没有买吧 就后来涨停板 涨停板一直来到40块以上 你才去追嘛 老师最近在休息 我知道啊 你看这一根涨停板的 这个缺口都还没有补啊 就跟这里一样嘛 这里是不是涨停涨停 涨停涨停 这个缺口都没有补嘛 这里这个涨停嘛 这个缺口也没有补嘛 对不对 各位我讲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还没有卖啦 当然有一些投资朋友很聪明啦 他在多少 40块以上卖 37块买回来 我前两天有讲过 老师37块买回来 今天没有赚没有赔 对啦 那我跟他讲说 老师我自己做了一趟价差 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我40块以上 我没有全卖啦 我20张我卖掉10张啦 我37块再买10张回来啦 啊 随便你啦 反正 我的股票让你做价差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各位就这么简单嘛 那在这里各位 我知道啦 今天大家都在想说2327的国具 老师公布大利多 结果又跌下来 好我问你 我问你 我是不是国具在这里告诉你 420以上 400以上你不要追 跌到380以下你买 有没有 很多老师在骂国具啊 啊你看你做国具你都套牢 各位 我告诉你国具你照我的意思去做 380 370你就买 400 420你就卖 380 370你就买 400 420你就卖 现在拉回来 你手上有的也不用杀了啦 老师今天大利多 他怎么为什么不涨啊 对啊 外资又跟你讲 哦上半年说赚十几块 但是下半年不见得会赚十几块 话都是外资在讲 外资在讲你就听一听就好了 你看一下 8046的南甸 呵呵呵 老师 涨停摆100多块 老师我去放空他 我告诉你放空他太好了 你准备请家荡产了 为什么 因为你放空 我知道你放空在八十几块 已经来到一百二十几块 哎你放空九成嘛 对不对 你放空一百 你放空一百万 你要大概准备一百一十万 现在涨到这里 你已经快被券商通知 哎 你放空的准备断头了 呵呵呵 各位 哦 嘎伟老师还在那里说 哦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这一档小赔 各位不是小赔 这绝对不是小赔 啊 还有是吧 3037 哦老师又涨停了 哎 我跟你讲 放空六字头的 这个也是拿钱放人 啊 做空的老师啊 绝对不会 绝对啊 这个每天都在讲跌的股票 啊 各位我在这里我分析是全方位的 我不是说跌了就不好 像国具我不是说跌了就不好 2337的旺猴我不是说 哎跌个几毛钱就不好 但是2337的旺猴就是在这里整理嘛 你做多赚得到吗 你赚不到嘛 老师我做空我赚得到对啦 这里拉到这里涨停板了 在10%啦 再慢慢慢慢跌啊 各位你做空可以赚多少 也赚不了什么大钱 就跟国具一样嘛 饥饿你知道吗 饥饿的意思就是 这个 吃也不对不吃也不对 所以我不会带你去放空 旺猴我也不会带你去做多旺猴 那国具你要来找我 我会跟你讲下面买上面出 老师很多股票破线破价 老师今天跌100多点 这个2330的台积电大跌 我知道了台积电大跌了 来看一下台积电 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多方缺口都还没有跌 你以为台积电会再跌到 200多块给你买啊 机会不大啦 我跟你讲机会真的不大 或许啦 跌到350-360 那又是你另外一次买点的机会啊 但是400多块 我不会带你去买台积电嘛 400多块去买台积电 就赚不了钱嘛 对不对 好各位 我在跟你讲 昨天跟你讲爱普 爱普昨天空单增加400多张 外资投信都还在买 老师今天开低走高冲高又拉下来 好各位看哦 对不对 昨天跌停嘛 你买在高档的都全部套牢 对不对 哎老师我们今天下去买一下好不好 那要注意到哦 注意到这边也是黑棒隔天红棒嘛 那你要注意到明天会不会上去哦 你看外资还在买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在这里加入我的Telegram 我绝对在这里会跟你讲筹码 好不好 我要告诉你筹码 老师今天最后一盘是不是当冲的 看一下是不是当冲的 我不知道 但是各位 我会筹码告诉你 那筹码怎么索取各位 W1788 这个叫做标股即先锋 标股即先锋 明天要开放登记索取 今天就要开放 那明天我们要玩大的 玩大的在这里一定要有标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很多公布营收 像2342 公布的还不错 2342的帽戏 各位我没有跟你讲过 我说30块以下你都不要卖 30块你都不用买 你看啊 他的最低点 他的最低点看一下都是30块 老师我知道你们帽戏已经出了 还有当冲 我们当初 在这里20块介绍你买 你也不买 涨了四支涨停板 你才想要买 我们先获利出一趟 拉回来我们再买 上去涨停板又出掉 现在拉回来各位注意到 30块 我们看一下今天他的 他最后一盘的时候 在这里好几百张的买单 哦这个有人在买 是不是知道什么消息 我不知道各位 我真的不知道 老师那明天是不是要买帽戏 你不要自己乱买 你不要自己乱买 各位我们还是要等他的公布 公布所谓的这个EPS 好我们看一下 EPS都公布了嘛 对不对 EPS都公布了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 EPS公布就是5215的柯家 上半年就赚了4块多 哦哦老师 你在介绍柯家 我每天在看 我就不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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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也知道 你带我买100块 啊中间有赚我们就跑掉了 好 我跟你讲金元 老师金元的营收一直成长 你35块就告诉我 中翔老师到底 现在快60块了能不能买 条件还在买 老师今天茂林他公布了 公布了对不对 他 第二季赚了2.81 去年全年也赚2块多啊 第一季赚0.76 第二季赚2.81 所以一共赚了3块多 老师 他哦老师 他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对不对 这里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涨停 量缩一下第五根涨停冲上来 所以他必须要占上120块 今天收盘吧 115 老师 明天会不会一站上120块 就跟柯家一样用喷的 就跟金元一样用喷的 你不要问那么多嘛 扫描 看得管我会告诉你嘛 对不对 明天要强势 要有量 那就对了嘛 今天买进的筹码是谁在买 我告诉你 主力是在这里有买啦 但是说实在啦 这支还比较强了 柯家比较强了 金元也很强啦 对不对 老师 告诉我们光学股啊 走空头3406 3406不会跌啊 我没有告诉你 我说在这里啊 3406你就大概多少钱以下 这里630以下你都不要不要 不要卖 700块以上要卖 这个月线开始慢慢走平 明天还很精彩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大盘这样跌下来 明天还很精彩啊 会涨的股票 搞不好一开盘没多久就喷了 你要买都买不败你知道吗 你要买都会买来不及啦 我公开告诉你 你要买都会买来不及啦 你不见得来得及啦 我告诉你 你看一下 然后你要买 你说你要买来得及对不对 我问你 这种股票 你要买会不会来得及 这种股票 这是分盘交易 你要买会不会来得及 他又涨的时候很快哦 Q姐就上去 你要买会不会来得及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各位在这里 我在这里再告诉你 W1788标股急先锋 标股急先锋 我要计算筹码 我在Telegram里面 我回答很多投资朋友的问题 我亲自回答 今天又有客户来参加我 因为他都知道我们东森连线 他也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股票 光学股我们也有讲 尤其是平盖三雄 很多在东森的观众 大家都耳目在传 哇那个金元啊 中翔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看不起啊 35块36块都看不起啊 想说这么便宜的股票 怎么可能会涨 结果涨了一倍了 当初在东森连线 我告诉你柯家100块 你要注意一下 主持人还问我 我还跟他讲说 主持人还问说 那个柯家 那个投信都卖光光了 我说投信卖光光会再买回来 业绩好他会买回来 结果从100块涨到161块 难道我骗你的吗 我没有骗你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在这里要计算主力筹码 我告诉你今天主力筹码 有没有在甩酱 譬如说 昨天空单增加444张的APP 昨天外资跟投信都在买的APP 昨天打到跌停板 今天太低马上给你拉高 是不是在洗筹码 各位主力筹码我计算 我告诉你好不好 底部亮说好买点 各位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我问你 在一个坡洞里面 你如果买的是柯家 你如果买的是金元 你如果买的是帽铃 应该都没有赔到钱 对不对 老师我帽铃买的贵了一点 买在120块左右 以今天收盘来说 纵然小跌一点点 但是如果明天涨停板 你就完全赚钱了 难道不是吗 你不但赚钱 而且你在这里还赚double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帽戏我也带你出了 你每一个出的人都是赚钱的 那30块又能不能买 各位我明白告诉你 所以股票市场 各位不要涨的时候说涨 跌的时候说跌 各位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帽铃 8月先发第一棒嘛 有没有 打电话进来早一点的都买得到嘛 老师我今天挂这个价钱买不到呢 老师那明天会不会要追 如果后面还有十指涨停板 那你当然追了 老师什么叫后面十指涨停板 就就就就就像金元一样了 你35块买 你40块要追啊 因为后面还会涨停啊 40块不追45块也要追啊 因为后面还会涨停啊 45块不追50块追不下手了嘛 现在已经60块了嘛 你怎么追啊 对不对 老师我那个105跟110 我在这里没有买到 那搞不好120还可以追啊 到130你再追 到150你再追 可能就真的追高了嘛 是不是各位我讲的够不够清楚 所以各位不要紧张啊 做股票轻轻松松 你是整个获利出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到底赚多少 对不对 我要带你做长线 我要带你做短线啊 长短都可以做啊 有那么困难吗 长短都可以做啊 有那么困难吗 所以各位啊 股票市场就这么简单啊 那当然你在这里一定要锁定 要跟着我们一起做 对不对 那老师到底要怎么跟着你一起做 很简单嘛 各位 W1788标股级先锋 你只要锁定 像我昨天 盘中在连线的时候 我就有跟一些投资朋友讲 你要注意哪一支股票 昨天你敢买敢卖 你在这里都是赚钱的 有的客户在这里赚个三万五万也有 也是有啦 不要说没有啦 各位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我们讲话都很实在 所以各位你在这里要 W1788标股级先锋 好重点是 老师 我知道啦 平盖三雄 你一直跟我讲2387的金元 你一直告诉我5215的柯家啦 你一直又告诉我这个4935的茂林啦 老师 那个做剪刀脚的还有还有一家在做呢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老师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打电话进来问嘛 那明天会不会涨停 他的EPS也公布啦 还不错啊 赚了一块多 老师赚一块多就不错 但是他股价便宜啊 跟当初这个金元要涨的时候一样啊 才几十块钱 二三十块啊 老师这样我有兴趣 有兴趣各位就这样子嘛 W1788标股级先锋嘛 我会告诉你嘛 啊股票市场就这样子啊 所以各位跟着我们做好不好 啊我只能这样子告诉你 你看我的股票跌我不知道讲 啊 有没有 前两天啊 茂林从124块下刹到163块 结果这两天又垫垫垫垫垫垫又垫上来了 对不对 6209的金国光 啊 我在这里没涨的时候我天天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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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三根涨停板从30涨到40几了 三天三支涨停板你才想到哦 中翔老师有讲过 啊这两天又稍微跌下来了 因为他的7月营收不太好 但是各位 这个缺口也没有补啊 还是算很强啊 对不对 我没有买的股票我就不要提了 对不对 各位2337的旺猴 我天天告诉你啊 2367的药华 老师药华很强 强也是横盘啊 强也是横盘啊 我问你如果在这个点的位置 你买的是金国光 你不是买药华 你赚的是不是比比金比较多 如果在这个位置 你买的是金国光不是药华 你不是赚的比较多 老师 老师 我那个啊 我是买8046 我是买什么8046的南店 各位啊 那真的恭喜你啊 你买8046南店恭喜你啊 从50块涨到100 130啊 120几啊 老师我是买3037的新鑫啦 那恭喜你啊 已经快100块了 唉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有人可以硬拗到这样 空单说我小培而已 对啦 小培啦 我们家那只宠物叫小培啦 各位已经输了四只掌停板 叫小培 我告诉你啊 我的客户只要输一只 一只铁停板啊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都感觉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啊让人加到四只掌停板 再说小培 小培啊 今天快90块了 小培啊 今天已经120几块 我告诉你打电话给那个老师好不好 你说老师啊 我融券已经券商通知我了 啊 在这个地方啊 好像融券要最后回谱 老师你教我怎么办 我是不是卖房子再去空 那我是卖车子再去空 你去问问他好不好 各位 你不要因为今天台积电跌 你就认为说大盘指数会中错 你不要因为今天洪海没有涨 哎洪海今天还有涨你不要认为这个大盘很好 你在这里看一下2387的金元又涨停板 你在这里看一下5215的柯家又涨停板 你在这里看一下4935的茂林又涨 各位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看3406的郁军光也不跌 所以找股票很重要 当然有的股票是跌的很深啦 今天跌的比较多啦 但是有一些股票今天拉起来的 很多 各位明天玩大 该怎么玩 各位在这里我再一次的告诉你啊 公开印证的立基南电 还有底部奇产股 W1788标股急先锋 W1788标股急先锋 各位你扫描这个所谓的telegram 我会告诉你 很多老师告诉你要空 我们公司也有老师告诉你要空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他都没有看到涨的股票 会做空的老师看不到涨的股票 会做多的老师看不到跌的股票 但是我总是告诉你 涨的股票在这里 跌的股票在这里 我是每一档股票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各位跟着我们吧 W1788标股急先锋 明天玩大的 谢谢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